花一个月时间定制的民国风和禅艺风的衣服终于到了 会翻车吗 一个月之前就跟侯老师沟通过想法 把我想要的版型和感觉描述了一遍 这没想到它全部帮我实现了 第一套呢是民国风的小上衣搭配长款半裙 穿上之后就被惊艳到了 低调的颜色就显得更加的朴素大方 就让我想起来金粉石家里面冷清秋的装扮了 一袭轻衣却处处透露着孤傲和清冷感 第二套上衣和第一款有些相似 没有采用拼色包边 而是采用的连肩袖的射击 显得更加的简单质朴 仿佛像穿越了一样 这个时候侯老师笑着说 其实可以演绎一下灵灰衣了 我脑子里面突然就闪现了一下 这个美貌与智慧并存 感爱感恨的女人了 第三套呢是一个长款的上衣加一个扩腿裤 可以敞开当做风衣穿 也可以系上扣子当做衬衫来穿 举手头足之间尽显灵动飘逸感 这套真的很爱 第四套简单的白色 心中式简直爱惨了 干净的颜色加上松弛感的设计 真的是可慵懒可帅气 比起硬朗的忠实来说 它更偏向于意境 就是那种超然脱俗的感觉 第五套呢就属于是改良版的 汉服式连衣裙裙了 配色非常的简单 但尽显了东方的雅致之韵 穿到身上的那一刻 就好像唤醒了女性的那种 英气感和洒脱感 连续性试穿了几套 你们觉得哪一套最好看呢 但是 谢谢 谢谢大家